可是我必須要說 剛剛聖達把雙胞胎演 太奸詐了啦 雖然雙胞胎有時候就會像是 那個雙面人一樣 因為其實你知道 佩佩有時候就會像是第二個我 然後但是是 誰是第二個你 你才是複製 你是盜版的依依 你是複製人 你才是複製人 我就是正版的啊 我先出身的 話說呢 這個雙胞胎的機率有多高呢 雙胞胎的機率呢 它會依照胚胎分化的時期 產生不同的類別 有胰卵 銅卵雙胞 銅卵雙胞大概在全球發生的機率 大概是250分之一 所以你們是銅卵雙胞胎 對 我們其實算是某一種基因突變 看得出來 不是 沒有人在問你們 對啊 你們是異體雙胞胎是不是 而且其實我跟你講 因為對雙胞胎有好多的好奇 周星馳的那一部電影你有看過嗎 就是說 雙胞胎姐妹姊姊在裡面 然後 對啊 就是她對她怎麼樣 雙兒 對 然後妹妹 妹妹在外面有同樣的感受 就是這種心電感應的 對啊 這種你們從小會有嗎 有 有耶 就是比如說她感冒的時候 我也會感冒 因為被傳染 但是被傳染啦 很難笑耶 好 對不起 不過其實 每一次大家遇到雙胞胎 對問這種就是關於 就是會有點色咪咪的話題 就是說 你怎麼樣的時候 你另外一半會不會怎麼樣 對 可是我們以前都說 怎麼可能 我們就已經出生 就是兩個不一樣的個體了 可是後來有一個 就是台大的教授 他真的把我們兩個抓去做實驗 然後把我們兩個 分別關在一個 就是沒有互相影響的空間裡面 然後對我做了一些 就是比較激烈的事情 然後 他的那時候測心電圖 真的就是突然 他心情就這樣子 真的 大幅波動 對 然後我們的那個 心電感應的機率是別人的五倍 好妙哦 對我也是後來長大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原來雙胞胎真的有心電感應 然後我們也曾經就是買過東西 我們不約而同 就回家發現是一模一樣的衣服 這樣子 然後又兩個人同時 同一天買回家 對我就覺得這個 心電感應 對心電感應 所以在這邊冒昧的請教一下 就是關於心電感應的部分 就是這個佩佩 也會偶爾時不時感受到 Stanley正在 對 妳覺得 妳是說佩佩做菜做他一半的時候 我就說 妹妹正在受孕 Denley不要 Denley 來 這邊 妳知道我這種心情 Denley不要 這種應該不會吧 不會這樣 很不舒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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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小魚 這樣 對 但是我覺得身為雙胞胎的老公們 一定 我也有很多問題想問你們 首先先來問一下 你們兩個要不要先形容一下 自己老婆的個性 她是 因為她是水瓶座 所以她典型是個外型的人 因為她有那個 因為你知道女生通常都會有潔癖 其實她潔癖還蠻重的 然後她比如說她鞋子有那種 有黴菌她基本上都會丟掉了 可是呢 有每次只要跟她去夜市 她只要買那個麻辣燙 她第一天吃 她都會買一碗然後吃半碗 然後放在冰箱之後呢 妳大概 五天後妳還會看到那碗出現 然後裡面其實那個東西是不能吃的東西 她就在那邊大課錢 那種黴菌可以吃 但是那個黴菌要丟掉 什麼東西啊 妳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潔癖的方式不一樣 對 她真的是外星人 那思考邏輯跟人家不一樣